《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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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演员你就是不停地 产出好的作品 回馈给大家 其实在播出之后 然后你会看到一些 剧评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会反思 我们自己在当下的那个状态 就是一种思考吧 大家好 我是肖战 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 把一些观众不熟知的角色 带到观众面前 通过你自己的理解 你自己的演绎 让观众去理解这个角色 爱上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 就是演员最大的意义了 你抽什么疯啊 没错 我就是抽疯 走 我要告你 我兄弟这顶帽子 要定 说到山前必有路 我跟你讲 爱谁谁 说我萧春生可以 说我兄弟就是不行 来 初老到现在 你觉得你 愿望最大的 是什么 应该是 岁数吧 说实话我觉得 我内心还真没有变太多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还是让自己简单一点 当你的生活里面 你变得简单一点 你的那个感知力 才会变大 所以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尽量让自己 简单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刚看到这个 采访的提纲的时候 我都想说 哇 已经 八年了 对吗 但是你好像 回过头看 其实过得很快 但是你好像 又经历了很多 我觉得每一步吧 都是你自己的财富 别人复制不了 也拿不走 属于你自己 我也喜欢一个姑娘 而且我 一直想找到她 我演的每一部剧 它都能让我成长 你都能从里面学到东西 当然同时 也会暴露不同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永远都还在进步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是我兄弟 过命的兄弟 这是谁敢动我兄弟 我一定会阻止他 一定会 好男儿 志在四方 好兄弟 来日方长 干杯 其实我是一个很轴的人 比如说我经常记得 我拍孟海的时候 拍完之后 晚上回去我就会想 然后有时候我都会想 睡不着 就觉得那场戏 哎呀 那场戏可惜了呀 那场戏怎么演得这么急呢 那场戏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经常会自己捣一捣 我觉得在做这个 捣的这个事情的同时 其实就帮你捋了一遍 你所有的问题 你自己其实会有答案的 因为首先你要自己爱上这个角色 你才能去说服你的观众 说服你的对手 来爱上这个角色 一名士兵 他哪怕再优秀 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 放下个人得失 集结 锻造 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 成为在战车上 刺辱敌人凶腾的那把尖刀 史兰克七怪 必胜 必胜 为什么当命 报告首长 为人民服务 挺转的啊 马道成功 你怎么样多可爱 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 哪怕不轰轰烈烈 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背后的付出 我之前采访也会被人问这个 你觉得演员你要付出什么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一份工作嘛 那我们 从事这份工作 那你当然是需要付出的 那硬要说 如果 背后付出了什么 可能就是 跟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 会变短吧 所以也是 一旦有一些空闲的时间 包括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跟家人在一起 如果对于目前我来说的话 我更希望大家是 因为一个角色 然后认识我 因为我觉得演员的工作 就是把观众不认识的角色 然后呈现给观众 让观众爱上这个角色 人生可不止是一片时差海 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们